美国伊朗问题特别代表胡克日前警告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新任指挥官卡尼 误重导前任苏莱玛尼负责 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27号警告说 如果美国继续威胁伊朗的高级将领 伊朗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指挥官实施报复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同时警告说 如果美国想继续挑衅伊朗的应对将会和以往截然不同 萨拉米强调美军应该从中东地区撤军 否则将面临他们无法控制的新局面 同一天伊朗总统鲁哈尼呼吁加强民族团结应对美国的阴谋 他表示美国正在试图破坏伊朗人民和政府的关系 美国采取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并暗杀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成旅指挥官苏莱玛尼的行动 破坏伊朗人民的平静和民族团结 鲁哈尼警告说 美国正试图孤立伊朗 在伊朗周围建立隔离墙 将伊朗与世界隔绝 同时鲁哈尼强调了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的重要性 并指出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和维护社会资产